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 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 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教授 李大宗李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哈喽李教授早 宝敬早 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好我们先来看 美国选举现在是全世界 也是悬在今年一整年 大概全世界都必须要关注的焦点 美国选举就跟台湾选举不一样 那影响可能更加的重大 然后可能是进入了 又是两位老人的战争 川普跟拜登 而现在呢民主党要阻挡川普的理由 现在看起来是由地方来发动 地方各个州 从科罗拉多州开始发难 然后用他涉及叛乱为由 取消他可以参选总统的资格 这件事情呢 现在他的进展就各个地方 现在开始都有这种法律攻防战 而这个法律攻防战 可能最后要到最高法院 才能够做最好最高的这个定 定决 这番的诉讼案 他的目前进展 他的可能发展 以及他的影响 对 我们知道在大概从去年开始 其实全美各地有一些团体 那有的团体是比较自由派的 有的可能是亲民主党的 甚至有包括共和党内 要挑战川普的一些候选人 他其实大概透过两个途径 一个就是司法 司法的这个诉讼 包括从州的法院系统 或是从联邦的法院系统开始诉讼 那主要的争议 当然就是这个 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第三款 等一下我们应该会提 就是认为说川普因为 曾经涉嫌所谓的叛乱 所以是没有资格去参选美国的总统 应该甚至是在共和党 马上要举办的这个党内的初选 在各州应该是禁止要把他的人民 放在他的选票之上 那所以大概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 大概有一批团体 是向各州的州务卿 因为州务卿是负责各州的选务工作 他来提出这样的诉求 说应该要把他排 把川普排除在2024年 美国的总统大选 包括各州的初选 共和党初选的名单之外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讲的 走诉讼的程序 那这里面包括各州的 州法院的系统跟联邦的系统 所以说我们才会看到 在去年年底很热闹 在11月12月的时候有好几个重要的州 纷纷做出一些判决或是裁决 那里面让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在12月19号 克罗拉多州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法院 做出这个决断是四票抵三票 认为说川普应该涉嫌在2021年的1月6号 大家应该还记得当时的国会山庄的骚乱的行动 他们认为说川普涉嫌其中 不是只是煽动而已 而且是亲自参与叛乱 所以是要剥夺他参选的权利 那所引用的条文就是 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第三款 相关的规定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当时的一个判断 而且他还驳回了川普的言论自由的主张 意思是你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那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判决 川普成为第一位美国历史上的总统候选者 因为第14次修正案的叛乱条款 而被一周的最高法院 上诉法院撤销他参选的资格 那这很关键 还有一个比较不幸的 对川普不幸是在 大概在几天之后 应该还有印象 12月28 就是新年之前 这是缅因州 那缅因州比较特别 缅因州是由州务卿 这个贝劳斯 他是负责这一州的 这个选务工作 他有发了一个34页的一个文件 他最后的判定是说 因为他的这个文件是回应 缅因州里面的州里面的国会议 州议员的一些请求 就刚刚老师所说的 其实民主党采取的是两条途径 一条途径是直接游说州务卿 让他根据他的行政权限范围 就直接把川普的名字 从不只是大选 连初选都不可以列在 那一个州的候选人的名字里头 这个是缅因州 他就用州务卿的方法 另外一条走诉讼 那科罗拉都走的是诉讼的 这一条路 所以缅因州最后的判定 就是说禁止川普参加 在今年5月3月5号 对不起3月5号 举行的这共和党的初选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他是第一个由州的州务卿 所裁定的禁令 当然不是法院 那这两个对川普 是有一定程度的打击 当然我们知道 因为截止到去年12月底 大概全美大概有20 30个州 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而且美国有专门很多的法官 很多的网站在做判断 就是每一州进行的程序 他大概还分了5种之多 那对川普有利的包括像明宁苏达州 也是一样 有些民间的团体发动诉讼 或是像说亚利桑那州 密西根州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在诉讼途径当中 川普赢了 赢了 或是说根本就被驳回 说他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理由 比如说有的理由是说 这是共和党的党内初选 是一个政党内部程序 因此是不适用于第14 第14条 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修正条文里面的 叛乱条款是不适用的 那有的是从最基础的程序就被驳回 但诸如此类 那还有是一个比较特别案例 是在加州 那加州的状况就是 在12月20号的时候 加州的这个副州长公开喊话说 应该要不惜一切的法律途径 让川普从初选的名单中剔除 而且他也引用了克罗拉多州 就在前一天的判决 第14条修正案 第三款 但是到了12月28号 一周之后 加州的州务卿 他自己的决定是 他正式认证川普是在候选人的名单当中 加州之所以重要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克罗拉多州 或者是免英州 他都是民主党州 对 那其实加州也是民主党州 是是 可是加州这个民主党州 却做了一个有利于川普的行政裁决 这个州务卿做的是行政裁决 所以呢 这一点看出来加州的独立自主性 就是他在政党色彩上 他毫无疑问的 他这个加州怎么选都是民主党 共和党的机会很小很小 案例这个凤毛麟角 对不对 那么所以呢 加州的这个判定是有意思的 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法律诉讼啊 然后川普赢的比如说亚利萨纳州 密西根州 亚利萨纳州是摇摆州 是摇摆州 密西根州应该是比较偏共和党 那但是各州现在你刚刚讲说 有二三十个都在进行 不管是走行政程序或者是司法程序 最终到底由谁来决定 因为这时间点也很迫近了 对对 二月开始他们就进入了初选 对对 所以二月之前理论上来讲 各州如果能够有一个定论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川普他们这边的采取的方式 川普当然非常警觉 因为老实说类似这个诉讼 其实在去年很早八九月就有 而且一开始还有一位是 共和党籍的候选人 他名不见经传 基本上实力非常弱 他是卡斯楚 他当时就向很多的各州 包括州法院跟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所以当扣拉州州 对川普的不利的判决出现之后 其实川普的团队 律师团队 还有共和党也有一些他的做法 就是他们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而且希望说 能够在一月四号或一月五号之前 受理案件 而且在二月十一号之前 就是在一些重要的 这个共和党初选的这个日程 这个按照他的节奏之前 最高法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判断 而且是能够一锤定音 尤其是 因为科罗拉州最高法院的判决 是要到一月四号才会生效 所以他们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去处理它 因为他主要是共和党是担心 有骨牌效应 对那当然 虽然只有科罗拉州是法院的判决 那免印州刚讲是州务卿 但是如果最高法院不介入的话 其他各州可能会出现类似的一个 那最高法院现在介入了吗 介入了 最后介入是在一月五号 他同意 他说他会厘清川普在全国范围内 是否按照第十四条休斯案第三款的规定 是否能够参选 同意审理 所以他冻结了科罗拉多的判决 对基本上都判决 所以在一月五号最高法院 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 其实我们刚讲 全美大概各州大概五种状况 有的是原告打到一半 他自动撤销 有的是在上诉过程当中 那现在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终止其他各州的一个诉讼的程序 那联邦最高法院也定了一些 他的陈述的截止日期 口头辩论的日期 所以基本上 现在大家目光的焦点就是 最高法院的最后的判定 这很关键 这个九个法官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个九位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将会决定2024年 川普能不能够在那个候选名单当中 对不对 我认为几率其实还是蛮大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一座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 淡江大学国际书与战略研究所教授 李大中李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现在呢 美国这一场选举 特别的地方 过去的选举 大家重心点都是放在 比如说正副总统的这个搭配啦 或者是在初选的时候呢 谁的诉求是什么 可是这一次就进入了很特别的 法律诉讼战 关键点就在于 川普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总统候选人 而且是从初选就开始的 所以他的法律诉讼战呢 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 从二月开始很多的州就要开始办初选了 当然最早应该是爱荷华州 那一路的各州就开始一周一周的办初选 那所以在二月十一号之前 理论上这个司法站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如果没有结果的话 他就会让各州可列为候选人的名单 出现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最高法院上个礼拜一月五号出手了 他接受了这个川普的上诉 川普团队的上诉 然后先暂时冻结了科罗拉多的决定 而他的决定 第一他要不要在二月十一号之前决定 这有时效性嘛 然后第二他的决定结果会如何 这个是我们要预判的 对 这个呢 还是跟现在大家所讨论的 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组成 因为我们知道他就九位大法官 而且他是总统提名 然后要在参院投票通过之后才认命 所以而且他基本上是有终身任期 所以我们是会看说在不同的这个 美国的总统执政期间 他有多少的机会可以提名新的大法官 因为这会改变整个大法官里面的结构 是比较偏向保守 或是比较偏向自由色彩 那现在大家会说 九位大法官当中 大概有六位共和党人 跟三位民主党人 那其中三位是在川普执政的四年当中 这2017年1月到2021年1月 这四年中提名的 分别在2017年4月 2018年10月跟2020年10月宣誓就职 那这三位当然也非常关键 但不管如何 目前的这个组成是比较偏向共和党 那川普其实在之前 他在一些竞选场合里公开喊话 他说我自己提了三位非常优秀 很聪明很棒的人担任大法官 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公平公正 因为另外一方的人 就是民主党 想要操纵这个大法官的判决 他已经先喊话 先喊先赢 但有美国的媒体有私下讲说 那川普在私下场合里面也会说 他也担心这三位大法官他所提名的 想要透过这个证明自己很公平 所以做出未必对他有利的一些判决 所以他对自己提名的人会不会到最后 反而成为他的最后关头 做出不利判决他的人 他反而是忧心忡忡的 他也怕 但不管如何 因为目前来说 这个大法官 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非常关键 那纽约时报有些分析 他认为可能做出裁定的结果是 第一个是非常明确 一锤定音 就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不适用于总统 因为的确只有争议 因为这个第十四条第三修正案 是有他的历史的因素的 而且历史上有些疑议 就是他并没有真正针对的是选总统 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再提 那第二个可能 所以我看到有一种 这一个辩论技巧是说 总统有总统豁明权 是 OK好 这是其中一个 好对不起 那第二个就是川普的言论 是受先把第一修正的这个保障 第三个可能的结果是 他的判决可能是认为说 要国会先有行动 法院才能介入 那这里面可能也是跟 我们应该有印象 过去川普任内 其实两次遭受弹劾 那第二次的弹劾 就是在2021年1月13号 这个弹劾就是因为 这个国会的三庄的骚乱 当时实在是众议院通过 就起诉成功 2232对197票 但是在2021年2月13号 川普已经下台之后 参议员投票 是认定他到底是不是 这个煽动煽动叛乱 就当然没有过 因为要三分之二 对要三分之二 只有57月参议员认为 所以目前的预测是 包括一些媒体的分析 跟一些法律专家的分析 认为说还是有些变数存在 那包括BBC的报告是 因为到底川普在国会 叛乱中的作为 是否能够视为叛乱 还有最关键是 第14条休战第三款 能不能够适用于总统身上 本来就有分析 但是一般换单说 应该最后可能不影响 川普参选总统的 这个可能性还是会比较高 如果按照纽约时报 提出来的三种可能性 三种可能性 都不会取消川普资格 第一种是说 第14条的 这个第三款的修正案 不适用于总统 那这样子的话 就总统豁免权 川普就不适用于判乱罪 不可以列为候选人 第二个说他受 宪法第一条的 言论自由的保障 那也代表他不会受到影响 那第三种是说 除非国会弹劾 那可是国会弹劾没有成立 那既然国会弹劾没有成立 法院不应该主动的认定 他有判乱罪 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 这三种纽约时报 所判定的可能性 纽约时报当然比较偏民主党 都认为川普的候选资格 应该被取消的可能性比较低 是比较低 尤其第14条修正案 先把第14条修正案 第三款本来就是如果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 有讨论过他的条约 而且他有他的特殊的法律背景 是内战后的 美国内战后的 1860年代 大部分的人为人认为 他是个历史上的法律 很少有相关的判例 主要用意是避免 当时的南方邦联 部分的政治人物 担任公职后 从体制内分裂美国 所以历史上只用两次 而且禁止对象 都是邦联的人物 从来没有针对过总统 因为他的确写说 先前曾经以国会议员 合众国官员 任何州议会的议员 跟任何州行政司法官的身份 宣誓维护宪法者 如果对共和国作乱或反叛 不能担任 但前面的确是没有 很明确指出 曾经担任过 这个合众国的总统 就是这一个条文 它是以列举的方式 而且这些职位 不能够有判乱资格的人 判乱记录的人 然后来担任 但这一些条列列举 没有列举到总统 而且一般人为说 那是属于历史的 跟历史非常相关的条文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那这次是因为川普的关系 所以大家才要去用这个条文 去挡他阻挡他 历史是哪一个历史关键 对对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美国这个内战之后 南北战争之后 所以这个条文是为了当时的一个情况所设计 1860年代 对1860年代 所以这种历史的经验恐怕要拿到现在 是有些争议的 还是有些争议在 好那关键来了 那既然知道这件事情最终 其实很多的法律专家也认为他成功的几率不大 甚至于那整个过程当中 似乎也没有修入到川普 那提出来之后到底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我觉得对总统大选影响 第一个我们本来知道是川普本来就是 目前来说刑事官司产生 但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可以看 如问是他之前的刑事官司产生 从那个艳新门 什么商业文件造假 海湖庄园把退休之后 把文件带回自己的 不管如何 他有点是金刚不坏之身 包括现在从去年的到现在 这么多各州对他的一些 这个总统提名身份的老乱或是干扰 没有影响到他的知识度 不只是在共和党内一直独秀 甚至在很多跟拜登的对决里面 尤其在关键州 基本上他都是占有优势 这真的非常非常特别 就算是以目前共和党的领先 领先群里面 其实他是碾压德桑提斯 这个状况其实在两年前不是如此 那目前好像串促的是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 他是川普提名的 也是印度裔前南卡的州长 那基本上他虽然民调在往上走 但是跟川普有个距离 就像刚才所说 1月15号爱荷华州的共和党的初选 他是这个党团会议的形式 其实也很快 很快 就是下个礼拜了耶 1月15号很快很快 就下个礼拜了耶 下个礼拜 好快 美国时间的礼拜一 然后台北时间礼拜二 一周 的中午 我们大概就会知道结果了 那川普民调还是51% 德桑提斯21 海利带16 那第二个初选州是新汉部下 1月23号 那海利的声势在新汉部下州 有点往上 但是川普还是目前是具有优势的 那整体而言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川普的 川普跟拜登的对证 基本上我们看那几个摇摆州 包括去年11月跟12月做的民调 11月有一个民调是 川普在6到7个摇摆州里面 基本上都是领先地位 拜登输了五个州 包括亚利撒纳 乔治亚 密西根 内华达 跟宾州 输4到10% 拜登是赢威斯康星州 但是只赢2% 是误差范围之内 那去年12月 华邮有公布一个 跟彭博联合制作的一个民调 他是针对7个摇摆州 川普在7个州都平均领先5.8% 北卡是领先到11% 领先最低的是宾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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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乔治亚州 威斯康星 内华达 密西根 亚利撒纳 都分别有3到7%的领先程度 这些摇摆州 其实一旦都是川普的话 那选举结果就都确定 对 还有一个地方是 因为川普还是 拜登还是猛攻 那个国会山庄的这个扫乱 包括他前 在1月5号 国会山庄暴动的 三周年纪念 还在发表演说 但是有的媒体说 这已经过了三年 这一招基本上对选民 可能不是那么有用了 对 当然我觉得现在 还是要观察 共和党初选 对 因为海力 就本来我们觉得 有机会跟川普挑战的是 这个 德桑提斯 对 但是德桑提斯 现在的声望 一路的往下划 佛罗里达州的 这个州长 显然他在大选当中 掌握议题的能力 是很弱的 那海力呢 我觉得值得观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柯克兄弟 这个是共和党 很重要的金主 因为美国的政治当中 老师也可以指证我一下 美国的选举当中 他们其实是有 大法官会议解释 所有的政治捐献 是无上限的 所以他们就有 很多的大金主 他那个真的是 出手的那个 那个手笔之大 是非常惊人的 是有影响选情的能力的 而柯克兄弟呢 他们公开的宣布说 他们支持海力 所以这也是海力 最近声势上涨的 一个重要原因 我相信他的宣传的 经费源源不断 对于他的选情 帮助是非常大的 那美国选举呢 金钱中又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 当然我觉得爱荷华州呢 这个川普团队呢 就我所知道 他生根了四年的时间 我觉得爱荷华州呢 是很难翻盘 但后面也许我们观察 五到六个州之后 那么海力到底还有机会 没机会 我觉得我们大概就可以 有个定论 估计大概二月底 就可以差不多确定了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淡江大学 国际书与战略研究所教授 李大宗 李教授 那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一周国际焦点 好 那我们很快地 检视一下 拜登当然有他国内因素 移民的问题 通膨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人就是名列最高的地方 但是呢 在外交上面 俄乌战争 然后还有这个 以巴战争 这两件事情 会不会对于 拜登是加分 有机会转 由负分转为 加分 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目前来说 并不容易 反而有可能是成为 拖累他选情的一个 间接的因素 因为 包括以哈冲突 美国并不是直接参与 俄乌战争也是 但是美国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包括经济 所以会让美国民众说 要拖到多久 尤其是俄乌战争 马上就两周年 那甚至有人说 美国媒体有分析说 再拖下去 会让一些民众 回想起2021年8月 喀布尔最后时刻的 阿富汗撤军 照理说 外交政策 未必是美国中大选的 关键因素 但目前为止 根据最新民调 美国大概有四成 认为是 这个关键 这个比例 比去年同一时期 增长了18% 就是说 对美国来说 美国民众整体的感觉 除了内政经济 那些之外 那美国在这些议题上 好像世界并不平静 包括鸿海 包括最近航运的一些 一些受到骚扰 所以我觉得拜登 也是要非常非常的 小心跟谨慎 好 那就要提到说 1月3号 伊朗发生的恐攻连环爆炸案 那造成的死伤人数 现在看起来已经超过了将近300人 就103人死亡 188人受伤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蛮偏僻的 它并不是市中心 它是纪念 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指挥官 苏勒曼尼的一个纪念活动 而苏勒曼尼的就是在4年前 美国狙杀 巴格达 然后狙杀成功的 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一次的恐怖攻击 在纪念苏勒曼尼的仪式上 发生了这样的恐怖攻击 它的产生的影响 如何观察 我觉得因为 因为现在中东是多事之丘 我们看到那个爆炸案 其实两次爆炸 一个是距离 它苏勒曼尼坟墓700公尺 第二个是 更远一些 但是两次爆炸 是相差20分钟 第二次爆炸更致命 就是当很多人去帮忙的时候 第二次炸弹又爆炸起来 那苏勒曼尼 当然有它的重要地位 它是在2021年 在巴格达机场外 我记得是被美军的 无人机给攻击 死掉的时候62岁 当时在伊朗 就很多的反美示威 反美示威 那这一次好奇 伊朗官方的回应 因为一开始爆炸的时候 大家猜谁干的 凶手是谁 那最后是在1月4号 这个伊斯兰国的分支 宣布说他们犯案 他们自己讲是 他们说用两位 这个自杀背包客 但是伊朗一开始的调查 或是国际媒体 很多的一些报道是说 他们怀疑是 汽车炸弹里面的 受提向爆炸所引起 而且似乎是远端遥控 所以跟他所宣称的 方案的方法是不 是有一些差异 这当然真正真相 这是谁 我们可能并不能够 完全的知道 那当时伊朗的总统 莱希 他高度的谴责 还有伊朗实质领袖 哈敏尼也是 是说追凶到底 包括第一副总统 也是讲了很多 那我们看到的 就是伊朗第一时间 尽管是这个总统 跟最高领导人 并没有直接点名 美国跟以色列 可是伊朗各地的反美示威 反以色列示威 是风景云涌 因为这也跟什么有关 我们应该还有印象 在1月2号 以色列 应该是以色列 在黎巴嫩首都 贝鲁特南郊 以无人机攻击 哈马斯的第二号领导者 就等于是 他是哈马斯 派驻在这个黎巴嫩 跟真主党 跟伊朗 负责外交沟通的 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物 也被击杀 这两个事情的时间 非常的接近 所以伊朗的境内的 反美示威的 这个强度 是非常非常强 那有趣地方 是美国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是 包括白宫 国安会发言人 包括国务院发言人 米勒 跟这个 刚才讲的科比 科比 都说 美国并没有 发现任何以色列 介入爆炸案的证据 而且美国并没有 用任何的方式 参与其中 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摄入 任何指控我们的摄入 都是很荒谬的 没有证据的 它跟美国无关 而且跟以色列无关 跟以色列无关 但这个事情可能 还是会余波荡漾 因为主要是 目前的情势 包括现在的 从以哈冲突爆发之后 其实美国 伊朗看得非常紧 那包括现在讲的 这个 这个我们讲 这两三周 在鸿海的一些 这个夜门攀军 青年军的袭击 那美国一直只剩后面 就是有伊朗的势力 伊朗的提供情报 伊朗提供武器装备 等等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攻击 苏雷曼尼的这个恐攻事件 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 上次呢 我其实看那个 就是美国的前国防部长的 回忆录一触即发 它里面有提到 苏雷曼尼居杀事件 是 它讲得很完整 就是说 就包括了 他们为什么会锁定 苏雷曼尼 其实也有外交势力 对 要求他们要 去居杀 这一个苏雷曼尼 然后他们掌握了 苏雷曼尼的 这些相关的细节之后 然后他们如何的去居杀 那么 但是重点是 当时伊朗的回击 这件事情在伊朗内部呢 引发了非常大的 抗疫的浪潮 示威的浪潮 因为苏雷曼尼的 民间声望非常的高 但他在伊朗内部 是有政敌的 所以呢 伊朗内部也有些人 其实并不乐见 苏雷曼尼 继续的掌握 伊朗的相关的 一些权限 所以呢 伊朗当时确实 去攻击了美军基地 我记得是16处的 美军基地 但是 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 他有造成损失 但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 所以呢 这整个事情呢 他们私底下 有沟通管道 美国说 我们到苏雷曼尼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就你拿我 你抓我无人机 脊弱无人机的事情 就结束了 然后伊朗说 我现在攻击你 16处这个基地呢 也结束了 我们都不会有进一步 所以我很好奇 这一次伊朗会不会采取 同样的反应措施 这点我们可以来观察 上一次是这样 我只能说上一次历史是这样 有个默契跟沟通 不知道 好回到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1月5号 1月6号 1月7号 连续好几天 有一些这个 北韩的炮击 炮击的事件 那其实1月5号那一次 是包括像 盐平岛等等 大概北韩发射了 200枚炮弹 这是自2022年 12月6号之后 大概隔了13个月 北韩再次朝这个 这些地带发射炮弹 那1月6号也是 还有包括1月7号 那还有个地方是跟去年有关 我们还有印象 金正恩在去年年底 他把两韩关系 这个盖成 这定义为是个敌对的交战国 其实这个定性上的改变 还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因为在这之前呢 南北韩说他们是 同属一个国家 就同为一个韩国 然后但是呢 目前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自权 双方都是如此承认 然后寻求未来的统一 所以呢 北韩在所有的挑衅 示威过程当中 重心点都是放在美国跟日本 可是这一次他定性说 韩国他还称了就是 就是大韩民国 跟他是交战国 我们不寻求统一 他是交战国 有些人认为说 他这个喊话意味着 他的核子武器 用在大韩民国身上 就变得可行了 有人认为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会不会如此 对他是 把两韩关系定位为敌对交战国 而且公开讲 我们不会再寻求 韩国统一的这个目标 有时候会让我联想到当年的 东德道和那一刻执政的默契也是 因为当时东德对两 两德关系定位也是 本来最早是一个德意志民族 分裂的国家 两个德意志国家 最后变成是两个德意志民族 两个德意志国家 我从最根本跟你做切割 但是当时是和那一刻 反而是整个情势比较弱势的时候 他希望藉由这种定位来确保 我的一个安全 我的一个稳固 但是两德的合一 也是在和那一刻 任内的时候完成的 就是从 没有人料到 那个出发点 从玻璃围墙的倒塌开始 速度非常快 让科尔成为德国统一的总理 德国再统一的总理 这个科尔自己 应该都没有想到 当时的历史的变化 变化是这么的快速 超乎所有人的期待 然后忍战就这样的结束 就在一瞬之间 没有多久的时间之内 所以朝鲜半岛现在 北韩 有一点是要 把武力拉到最高 自保拉到最高 可是这意味着 朝鲜半岛的情势 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来走呢 很难讲 因为这一次有人说 为什么是这三天 有人说 因为金正恩的生日到底是不是1月8号 是有一些 外界有一些不同的财色跟疑虑 那更有趣的地方是 我们看到 这个金正恩的妹妹 她说这个1月6号的攻击 是七里作战 我们没有真正的发动炮击 诸如此类 那但不管如何 这个文在寅政府 跟北韩签的这个军事协议 919南北军事协议 基本上已经是 废纸一张 名存是亡 好 所以呢 未来朝鲜半岛 他的紧张情势 你也不能小看他 不能小看 就是除了俄乌 还有尾巴 还有台海之外 朝鲜半岛不能忽略他 非常谢谢李大周 李教授也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